对案以这样高规格的方式 接待他 我很少看到三个政治局常委 国家领导人集的 在一起 来接待一个外宾 这表示大陆方面 对马英九这次防录 是 要释出什么样的讯息 什么问题都可以谈 非常大的一个善意 民进党当局 要注意他这句话的意思 国共第三次的这个合作 对 这是一个转机 不要忘了这一次个危机 非我族类的斗争 那这个危险就非常非常的大 最后的通牒 就是最后通牒 将来如果换了一个人 我不敢想象 那他们做法会是什么 我很难 可能是解放军的做法了 我很难预料 我很难预计 压布现在是一个 春光美好的季节 春可谓是 超市要不要多多起码 今天下雨 我看到我们来的那些年轻的朋友 都是缓缓的青春的风采 现在我们很高兴 马先生肃有民族情怀 坚持绝儿共识反对排除 智力振兴中华 我这次高度评价 两岸拥抱 蒙主中华民族 没有什么情节不能发起 没有什么温室商念 没有什么势力 能把我们困难 外国的干涉 阻挡不了 家伙团圆的历史大事 曾经平在这整场的谈话当中 他用了非常多的中华民族 这几个字 所以将来中华 中华民族 是不是一个两岸的通关密语了 对我认为是这样子 那你想想看 从2015年到现在 已经九年了 是 整个时空环境都发生了 很大的一个变化 那这个变化 我想等会儿 大家都会有触及到 是 那这次 蛮有 他没有党职嘛 也没有公职 很如刚才主持人说的 那对岸以这样 高规格的方式来接待他 我很少看到三个政治局常委 国家领导人级的 在一起来接待一个外宾 或者接待台湾来的客人 很少 我很少看到 这表示大陆方面 对马英九这次的访路 是基于高度 高规格的接待 跟高度的重视 那我简单的讲 那么 习近平 他想透过这次的会面 要释出什么样的讯息 我觉得 是三个方面 那么第一方面 他想向台湾人民 包括当然最重要的 包括将来可能 不是可能 马上就要 520要接任的 这个赖清德 民进党的政府 要释出一个讯息 就是你只要 你只要是一个国家 是一个民族 更重要的是 你只要自认为是 中华民族的一份子 什么问题都可以谈 是可以谈的 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过去一直强调 九二共识 是两岸政治对话的基础 那么不接受九二共识 就没得谈 现在他把这个谈判的 这个前提 或者你称他为前提吧 也就是他的空间 整个就扩大了 只要你认为 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 而且是什么问题 都可以谈 那么你对九二共识 是不是有疑虑 我们也要谈一谈 你只要认为 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 所以这是释出 非常大的善意了 这是非常大的一个善意 就是说 对于将来 尤其是要注意的是 这个民进党当局 要注意他这句话的意思 那第二个当然 射出的讯息 是告诉所谓的外来势力 这是我们中国人 自己的事情 中国人的事情 中国人自己能够解决 那么这一点 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第三点呢 当然蛮久 他毕竟他是国民党 过去的主席 现在虽然国民党 现在很多人 对他另眼相看 但他毕竟 他在国民党 他还是有 具有很高的声望 虽然那个 都没有让他去站台 对 可是站在 国共关系的立场 我是第三点 是站在国共关系的立场 过去国共 他曾经有两次 合作的经验 那么第一次 我们小孩去北伐的时候 当时联合融共 那么第二次 就是抗战 当时 但大陆的观点来看 讲就是 抗日民主统一战线 第二次的国共合作 那么现在 希望透过 这个 蛮有 希望未来能够 国共第三次的 这个合作 那国共第三次的 合作 他的目标 就是振兴中华 或者国家统一 或者振兴中华 那么国民党将来 如果希望继续 要维持过去 跟共产党这些 国共之间 长久的这个关系 那么就要证实 我刚刚讲第三点 那么这一点呢 我想国民党租公 要好好的思考 这个问题 所以以上的三个讯息 有针对民进党当局 有针对 有针对外国 势力当然 主要以美国为首 那么当然 更重要的 他自己 总书记的身份 他是总书记 不是国家主席 总书记 所以这是 从国共这个关系来看 我个人认为 这三个 这个讯息 他几乎概括到 台湾方方面面的 那我特别要强调 这个讯息 在今夏事件 发生到现在 还是悬而未决 一波荡漾的时候 他至少能够缓和了 两岸之间的紧张关系 那么这一点对赖清德来讲 具有特别的重要的意义 换句话说 在520之前 大陆方面应该不会 在对台方面 做出太过强烈的动作 我觉得这一点是 非常 但是 这是一个 对赖清德来讲 这是一个转机 但是你不要忘了 这也是个危机 如果你不承认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 你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 那么两岸这个矛盾 他就从人民内部矛盾 按照大陆的说法 就变成敌我矛盾 就成为一个非我族类的斗争 那这个危险就非常非常的 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我要特别强调 是一个转机 但是也可能 就是个危机 如果是个危机的话 那很多人形容 这是 就是最后通牒 最后的通牒 就是最后通牒 就是习近平对台湾 对赖清德最后的通牒 对 这是因为 我当然不喜欢用这个字 但是我看来有外面的媒体 有形容 这是最后一个通牒 就是按照大陆的说法 就是我人尽意志 那么将来要怎么办 那么你就看得办 有人说这是习近平最后的温柔 那也有人说这是最后的通牒 那我继续要请教一下赵老师 刚刚有提到说 与会的来宾 与会参与的在现场的 那其实呢 这几位都对台湾都非常的熟悉 对 那个包括王沪林蔡奇 都非常非常熟悉 那更不要提这个习近平 习近平 他们长期在浙江也好 在福建也好 在福州也好 有习近平 他很多台湾朋友 所以我们必须要忽略 很多人说他们是支台派 在某种程度上 我个人理解 很多台商谈到他 他们是有一点 他们是有感情的 是有感情的 中国人你不能说 见面三分情 何况在那么长的时间 在福建 在浙江 他们为了很多事情 要相处嘛 所以他是有感情 所以我是觉得 这几个人来接见他 他是别有意义的 那么在中国大陆 现在一片武统声浪当中 他们站出来 以三个政治局常委的高度 来背书 两岸必须要和平 两岸必须要和平 这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 这里面 我们要仔细地揣摩 他的中间这个含义 不要很多人就是把习近平 很多人把他污名化 不仅是把中共 把习近平污名化 这个我觉得 对台湾是一点好处都没有 一点好处 你要了解习近平 你要了解他的对台工作思想 你要了解他的经历 对某种程度来讲 对习而言 他有一种实不我语的感觉 他实不我语 他必须要在他有限 未来这个时间之内 他必须要 希望能够解决这个台湾问题 而是用中华文化的智慧 用中国人的感情 来处理这个问题 而不是要自相残杀 而不是要中国人打中国人 但如果你不认为你是中国人的话 那就是中国人和外国人的打 那就是我刚刚讲的 那就是一场非我族裂的斗争 将来如果换了一个人 我不敢想象 我不敢想象 我说中国大陆如果今天不是这几个 跟台湾疏有渊源的人 来处事对台工作的话 那他们做法会是什么 我很难 可能是解放军的做法了 我很难预料 我很难预期 解放军的话 你想习照得住 对 对不对 他国防部长都给你换了 两个军委副主席他都给他换了 他目前他也是有这个绝对的权力 对 他权力是急于一身党政军的 所以他能够做一些 也许很多网民不喜欢看到的事情 但他能够做得到 他算是刹车 他可以做刹车 我也注意到大陆一些 过去在我认为 都非常强硬派的一些 这个所谓网红 在这次这个马西二会之后 他们预料都变了 跟着一起变了 甚至于那个标题都变成 马西二会为两岸关系 注入一股暖流 连这个话都讲出来了 只是看起来整个的气氛 是一个很和善的 尤其是看到习近平 其实这一次对台湾的谈话 已经算是极大化的一个善意了 大家好 我是主播张若瑜 你知道肌肤年龄 可以自己决定吗 25岁之后 肇原蛋白流失速度 将大于生成速度 想要被跑跑的QQ脸 吃的保养最重要 皮肤好 人不老 真正的美丽来自于内在 实际盐德国专利 胶原蛋白生态 快点购 全台独家贩售 德国专利原料进口 成分天然 零添加 平均分子量 2000大尔顿 小分子 好吸收 重金属 需要检验 SGS检测 全过关 品质安全 有保障 一天一包 Verisol 女神专用胶原蛋白 无论你是想维持肌肤Q弹 甚至产后补充 都十分推荐 在这里想告诉大家 这不是药 保养习惯 就要从现在开始 90天青春有感计划 拥有弹性美肌 超级easy 输入推荐代码 还可以赏有更多的 额外优惠折扣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